請薛部長 好 薛部長 委員好 部長 我們今天委員會的主題是長照 我們在長照據點其實把它分了三個等級 ABC等級 A是在擬定計畫的部分 B是負責日間照顧 C是負責延緩失能跟健康促進 甚至常常我們還把它稱為是巷弄長照站 部長 你覺得我們其實除了在拓展據點以外 努力的維持據點的品質跟管理 這應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沒有錯 部長 可是我看到最近媒體的報導 其實就是昨天的報導 這個雲林的某個巷弄的長照站 其實爆出這個積欠獎師跟員工薪資的爭議 那負責人甚至在兩個月前就人間蒸發了 這個長照站倒閉 那36個長者被迫轉介到其他很遙遠的長照的據點 那當然現在非常的不方便 那這個欠星的按照報導上面看到 欠星的負責人告訴員工說 積欠星資是因為政府沒有給 地方政府沒有給經費 但這個縣市的衛生局 雲縣政府出來說 沒有 我其實補助款是有給的 但員工又反映說 縣市政府沒有去督導 這個錢是否撥款給員工 不然這個事件我們看了這些相關的資訊 很認真也看了中央的規範 發現衛福部確實有去督導縣市政府 在訂定這個C據點的檢核的指標 但雲縣縣政府到底有沒有去落實這個指標 不然就你了解 目前的話 當然長照市已經有掌握這一個事實 不過怎麼樣去做處理 似乎還可以再加強一點 然後我想就我會請長浩斯 那這個禮拜之內 就是請雲縣縣來做詳細的報告 以及他們後續怎麼樣處理 不然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仔細再看他的資料 從2019年他開設到現在 其實他們已經開始反映說 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年到今年初 一直都有拖欠薪資的狀況 那這個員工長期是看在說跟長者的感情 所以就一直隱忍 那如果按照中央的規範 是地方政府衛生局 至少每季都要去仿視一次 這個相動長照站的話 其實這個拖欠的狀況 照理來說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看起來 這中間一定是有一些 這個層層督導的環節是失靈了 所以才會讓長期發生的狀況 在現在是這樣一次的爆開來 那甚至員工還是說 這個如果他們向縣市政府 來反映這個問題 甚至還遭受到恐嚇 所以現在負責人其實已經跑了 他要留下一大堆的問題 不然這個衛福部我是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剛才你講的 一個內一周內可以給我們 這個一些相關的 接下來的處理的簡報 那也希望能夠顧到這些三十幾位長者 他們的權益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知道今天有中央政府的工作 有地方政府的工作 可是今天中央政府怎麼去督導 假設是在地方政府這一層 沒有落實減和 甚至有失能的狀況的話 你有什麼補強的機制 不能只是一拖說 這是地方政府的工作 我覺得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在 一周內的報告裡面 可以讓我們清楚好不好 好 好 部長那接下來我想要再跟你請教 其實